第26题下列关于存物质和混合物的叙述何者错误 选项B混合物没有固定的密度 因为混合物它的组成不固定 所以它就没有一定的密度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存物质具有一定的特性 因为存物质的组成固定 有一定的组成 所以有一定的性质 所以选项C存物质有一定的特性是对的 选项诸 混合物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存物质任意比例混合 这当然是对的 这就是混合物的意义 那么选项A 混合物有固定的绒点 这个是错的 因为混合物没有固定的组成 所以它没有固定的绒点质点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下列关于存物质和混合物的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混合物有固定的绒点